桃園區的大廟 對 景福宮 景福宮 對 那個應該是清乾隆年間就在了 超過三百年 這個是老廟 老廟 那這個廟每年的除夕晚上 大概所有的明代都會到 對 就是除夕要跨到初一的那一天 幾乎明代都會到 十二點鐘 對 那個主要是民眾都會去嘛 所以民意代表 只要是有民眾的地方 民意代表就要出現 因為民眾會說 你看這個人選完就不見了 這個人選完就不見了 一點名都到了 那也是神明的監督啊 我們監督市府啊 神明監督我明代有沒有用心啊 對 所以但是拜拜有撇步了 我剛開始 因為我以前是軍人 軍人只拜關公廟 對 只拜關公廟 我為什麼相信關公 我跟關公這個 這還有一段很玄的故事 我以前在國防部是管經濟案裁軍的 你知道那時候 白天進國防部出來的時候只剩月亮 所以我大概有將近一年沒曬到太陽 所以就覺得肩頸酸痛 總覺得不舒服 你知道每天要扭腰甩尖的 他有一次 我就到桃園的虎頭山 有一個山順公關公廟 上去的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個老師牽了一隻狗 黃金獵犬 看到我說我要去玩那個狗 那個狗就往後縮縮縮 好像見到鬼一樣 我說你這狗有什麼怕我 你不要碰他 你不要碰他 他說你你上山去拜一拜 把你心中的事跟 跟武聖關公講 跟關帝神經講 我說我心中沒事啊 當軍人喊蕩蕩蕩 他說你一定有事 你一定有事 我說為什麼有事 他說因為有一個人坐在你的脖子上 這樣指著你媽 我說是誰 他說像軍人 應該是將軍 知道我媽幹什麼 不知道 那只有你做的事你自己知道 我就到山上去 我就跟關公講 我說我也是上校啊 我說我沒有做壞事啊 我說裁這些軍 把這些將軍的缺都裁光了 對我講沒有好處嘛 說不定哪邊 才到你的缺 才到我自己我也生不了 當軍人就是奉命行事 上面長官叫我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我說請如果有人不諒解 請這個關聖帝君主公道 就拜一拜 然後出來的時候 那個廟柱就拿一瓶水給我 他說那個水往上撒一撒 弄一弄出去洗個手 我說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這樣做就對了 我出來之後 心神氣爽 脖子也不痠了 腰也不痛了 下來的時候遇到 這個老師籤的那個小狗 那個小狗就直接鋪上我 黃金烈犬熱情嘛 就跟我完成一片 我這時候全身的冷汗冒下來 人可以騙人 那狗不會騙人吧 對他說因為 你剛才身上坐的一個 那狗會怕 現在你沒了 不舒服 不舒服全 我說沒有 全身舒服了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定期就去關聖帝君報到 OK 那不叫懺悔 那可以檢查一下 我身上有沒有問題 那另外我講 拜這個廟是有祕訣的 從當軍人到當明代 是有不一樣的 但是唯一有一點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當主觀 或是當民意代表 有權的人 不能求自己好 不能求自己好 不能說 哎呀這個上帝啊 或者是這個 不行嗎 不能求自己好 可是每一個去 不都講說希望讓我當選 選到這個 讓票投給我 對 我不相信去的人會說 拜託拜託 把票給那個人 一定不會吧 不不 那個說你動帥 是旁邊陪你一起拜的 旁邊人可以講 旁邊陪伴 這是余北辰議員來 希望他服務民眾 能夠高票當選 他講你不要自己講 OK 你自己心裡是求什麼 你知道 桃園市民 郭泰民安 風調雨順 一切好 我當個民意代表 一定會監督市府 給人民最好的 你就講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說 我一定高票當選 要給我很多的票 我要多少票 衝低高票 你就完了 等一下 你老實說 你到廟是不是說 我都是說 拜託讓我高票當選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一定會這樣講 葉元之是跟我們 不同元素做成 所以你不能用正常的方式 來講他 OK OK 你正好意思 沒有 我都講身體健康 事業順利 一樣啊 不能為自己去 事業順利他就可以了解 事業順利可以 搞不好當選 不代表事業順利 後來這個廟公跟我講 廟公跟我講 他說政治人物也好 有權力的人也好 要讓所有的民眾 你身邊的人好 對 你不要求自己好 你讓你身邊人都好 身邊人都發財 身邊人都賺錢 身邊人都健康 這就回向到你身上 那你先求一下 李正浩事業順利 李正浩一直很順利 希望他更順利 希望李正浩更順利 對 李正浩日日順利 年年順利 可以發大財 我幫他講 對不對 那桃園的大廟 我告訴你 為什麼桃園大廟 是變成信仰中心 他的主神是開張聖皇 他是清乾隆年間做的 可是當時沒有那麼頂盛 後來到了咸豐年間 桃園大漢 大漢一場球雨 哇天降甘霖 從此之後 他變成非常禮宴的一個廟 變成桃園信仰中心 那他的核四的 等於說副神 就是四神 這個叫做玄壇元帥 這個元帥就是武財神 這個元帥就是武財神 這個玄壇元帥過年除夕期間 在他前面拜的那個民眾 大排長龍 對大排長龍 我也很想去拜 等到我哪天不當議員 我就去拜 當議員的話 我只是經過 見到財神 我還是說國泰民安 人民平安 另外 我告訴大家 桃園有一個很有趣的廟 叫做虎頭山 他是忠烈池加上日本的神社文化園區 對非常奇怪哦 忠烈池跟神社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那這個神社目前是全日本境外 除了日本以外 境外保存最良好的神社 你到日本的神社看到的東西 這邊都有 所以很多人說一秒到日本就在這裡 可是可貴的是 他裡面的忠烈池 供奉的是誰 秋逢甲 秋逢甲 抗日的 專門抗日的 那這個 這個外面是虎頭山 是日本的神社 所以我講嘛 這個神社在今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所以台灣跟日本綁在一起了 所以連神明都和解了 對連神明都和解 所以進去跟日本神明 祈福的時候 也會順便進忠烈池 跟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先烈 置個境 就告訴你 現在我們不再是敵人了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大家一起努力